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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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起我们下个单元 玄来大便 其实我真的觉得啦 就是购买这种行为 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 误解 就是因为我可以买嘛 所以我就可以丢 其实他有 他这个买 不一定是买这个宠物 他有时候买的是公 你懂的意思吗 他帮我照顾他到现在 他帮我安排这些文件也好 他帮我怎么样处理他的血统来源 这也都是公识啦 就比方说好 我们也不一定要讲狗 狗可能比较敏感 我们在讲鱼 有些人会问 这条鱼比较贵 这条穷物鱼 这条鱼比较贵 这条鱼比较便宜 这条鱼比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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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鱼它得来不易 它是怎么样找到这个 它有这个品种的爸妈 对嘛 稀有东西像果宝 他有购买的啊 对对对对 他有购买的啊 海产店很老矮的时候 价钱 为什么鱼花公文龟可以不能吃 他们你们在下午茶 不好意思嘛 可是反方这边我有一个蛮 请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在讲所有的说 那个可能是道德绑架 我们在说好莱坞的女性 如果穿貂皮大衣 她现在会被道德抨击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能够穿化学的 你为什么要穿貂皮 同样的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来领养的时候 为什么要购买 我觉得购买它在做的事情就是 商家为了要压低成本 他必然会在饲养的环境上面 必然会在 那你刚刚领养的狗是哪些来的 现在没有辩论 现在没有辩论 我还是我们聊聊天 聊聊天 因为这个会有一个问题 假设 你想不想下班 没关系等一下 想要答应我等一下他会讲比较少 这个小小问题 就是说我今天假设 我只喜欢马尔祭司 我只喜欢马尔祭司 我一定要养他 我要花钱只养得到马尔祭司 不管什么狗 脏熬啊 我只喜欢脏熬 可是我在领养 可是我在领养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脏熬 可是你要我爱心去领养一次 我没有我喜欢那狗 我反而没那么爱他 可是我买脏熬 我就会好疼他 我就我 对于想要养宠物的人 他会没有办法 其实还有一个 成本付出 对 成本付出 第一次在镜头前面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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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没有装摄影机 对啊 谁你谁家 你家外装 好 那我们马上开始 那就是先从正方刚刚有提问的 假设啊 我就是想要养帐 想要养博妹 这样子 为什么我不能用购买的呢 大便要酝酿一下 来我换个方式讲喔 如果你这样问的话 那我说 我想要 我想要教一个像阿乐 像Ari 这条件这么好的女朋友 他们很难追 我追不到 我可以用买的吗 你有误过阿乐他们的感受吗 真的有些人 对不对 你以为我们大根会跟美妊来 她是在买 对 你以为你想买得到吗 其实买得到喔 就是想买得到 我跟妳是这样 坐走了吗 大根哥哥来那么多次 排了那么久 你看阿乐还不是站在我旁边 看我大便 对不对 不是你想买就买的 注意喔 阿乐现在是在我旁边喔 所以 不是想买就买得到的 而且 你有问过 动物的同意吗 对不对 今天怎么会是讨论 你想不买它 怎么会是我们在讨论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叫人家动物 会动的物 你只会物化别人 你搞什么 我跟你说 无视他人的生命 我不配掉什么 人类不是什么优良品种高等生物 人类我跟你说 人类人类人类 是老天叫你 做人很累 赶快去投胎 这一代是动物 让你知道他们的吸引 将心比心好不好 搞什么 我大概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动物他们 是不是也想要自己 自由自在在那边奔跑 本来就是这样子 对啊 好那这边呢 有一位网友叫沈船人 我想问反方 宠物如果能用买的 让大家有更多选择 完善市场机制 不行吗 可不是啊 你用买了还是回不去嘛 这个生命是无价的 你怎么可以去物化动物 而且你会说 哎呀我女朋友 我要用买的 在鞋子五千五千 弄一个五千 隔壁要被亲 啊这个是信义路的 我的女朋友两万 你会这样子用价钱 去衡量你所爱的东西嘛 它们是生命 它们是生命 不是物品 而且重点是 用买的你有很多东西 用买的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 你现在你今天想买 你刚刚说什么狗的 什么博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今天想买个 对我想买个布朗尼塔塔犬 买得到吗 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而已 购买就只是 治人类的自私标 对 好 那这个有人就说 我想问反方 虫为什么我不可以用钱买 因为像有一些就是 鱼啊 宠物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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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老鼠 天竹鼠都是要用买的啊 这些好像是没有办法领养到的 所以我们再提一枪就是 不要买宠物嘛 对不对 不要买宠物 有那么难懂吗 所以我生命是无价的啊 我觉得观念是一个 生命是无价的 不该误化 这个我觉得它一枪打死就是 不要买宠物 你没事情 你没 你没有资格去养宠物 对 你没有办法去论断生命的价值 好吗 那还有一个 他有去过海鲜市场买的鱼鱼 等一下啦 哇 那个老板认了一下 我先附近云卡 那老板螃蟹那账我很贵耶 他好奇的艺人账很多 艺人账很多 艺人账最贵的艺人账 好 艺人 因为你们刚才有说到 买一只就是害了十只 是非法养殖的 可是如果是合法的话 其实并不会到这样的状况 我跟你说 这个不是我们叫助纣为虐 会让一些breeder 我们所谓的养殖的人 你知道那些 所有养宠物的人 他们是要怎样 是要断身带 关在笼子里一辈子 你能想像你做爱一辈子不能叫吗 没有断身带 对不对 很多都没有断身带 做爱很爽 一辈子只能做爱不爽 更何况还不让你叫 把你身带切掉 就是给我每天做爱 做完给我酸 生完好好休息 不要叫 你能想像你做爱不叫吗 但假设今天政府他们去改善这些东西 让它全部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之下 然后他们说 他做爱可以叫了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购买吗 现在就是已经在现行法规 在动保法都已经有做了很多规定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养殖场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全面的监督 而且我想到刚刚正方一直在讲 他们讲合法合法 有Sense的人都知道 有合法性不代表有正当性好吗 那如果他是一个正当的养殖物店呢 对对对对 现在有很多 他是正当的生小孩 他也没有过度的配种 他很正当下来 他也没有割生蛋 也没有剪尾巴 他很正当 一胎也只生 他一辈子也只生到一胎 刚好正当 他只卖比较贵而已 但是就是现在的数据 你显示 一辈子只生一胎 那一辈子也会倒掉 不是 我没有逼他去生小孩 他就是自然了 然后生下来 然后我刚好有证照 我去卖的话可以吗 有合法的 人道的在割鱼翅 人道的在割相养 人道一定有不否认 小数 但多数的 这个商业买卖的行为存在 就一定会有不人道的 看看这台湾是 对吗 对但是我觉得 你们说商业买卖 但是像刚刚欣梅就有提到说 像他就是可能给钱 给他的朋友 就是因为要打疫苗 跟一些预防针 那为什么这些 就是可能我去购买宠物 不是因为这些养殖场 他们去有先培育这些 就是宠物 他们不是培育 他们是叫逼他们一直生 一直生 一直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要 你无法确定他们是非法强迫歌声带逼 他们一直做到一直生 你有查过资料吗 你有查过资料吗 有啊 我来比评 我跟你说 数据已经显示出 你先讲数据 你是艺人 你是艺人 我不是艺人 我是一个人 停 你是艺于常人 停 现在是网友在问问题 对 sorry 来 什么网友 刚刚问题是什么 好 你是说 对 对 武昌 打疫苗啊 看医生工钱啊 买工 他其实也是可能 也有喂养他们啊 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讲 你卖东西是为了干嘛 是为了赚钱嘛 商业是干嘛 为了是要获利嘛 你今天你去养殖 去一直一直繁殖 你一定会有一些不良的 就是一些可能有基因突变 或者是不是长得那么漂亮的狗 这些狗是干嘛 是被断水断粮 放得让它活活的被饿死 诶 有一个问题 这是我遇到的 我们就顺便来聊一 顺便当作我们正方的点 我有认识一个宠物店 它有领养很多动物 但是它有牌照哦 那它领养完这些动物 现在宠物店一定要有牌照才能开啊 对对对 所以它有牌照 它领养很多狗 那它把它整理得很好 然后卖给你很便宜 请问这算不算购买行为 算吗 那我买的话 那我这样购买算不算是购买 是啊 所以我这样购买算不算是购买 那苏子蓬会输哦 对啊 那我这样 你要回答我啊 我这样算不算是购买 他这样是花钱在救人 他也是领养 我是真持有 我等一下就把数据贴给闹新闻 就真的有 要记得哦 大根要贴数据哦 不是我是把这些店铁 它领养了很多动物 然后整理得很干净 它卖给你 它不一定是卖这个动物 它可能是卖它的工钱 可是我们觉得这个论点太狡猾 因为你那个叫做宠物美容 跟动物医院在做的事情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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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人收容起来之后 然后你在卖的是它的专业跟它的工 你在卖的并不是宠物美容 他没人都在买工哦 我们刚刚要照项钱 然后我们怎么在这店上有购买 所以现况底下 动物医院当然是合法的 但宠物店不合法 所以今天在做的事情 针对的标的是 我在繁殖生命 在购买 贩卖生命这些事情 到底可以不可以 可是它的标的就是 继续 继续 结束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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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来谢谢 谢谢 这也冲水吗 这干嘛要冲水 这没有接水的啦 冲水 习惯那么好 那个屎就帮我处理一下 他有屎啦 不好意思 我刚刚真的拉了一条 好可怕哦 东西哦 有比你的脚恐怖吗 我腿到底看我的脚尺 真的是来做效果的 真的耶 我就跟你讲 他会做效果啊 不是 你应该来做这边的 是 你比大哥还会做效果 居然 等一下 你那个是 真的是真实烘干 我多爱我家的狗 我把他去年 当他挂了 他过世前一天 我把他的大便收藏起来 做纪念 然后去除味 真的 真的 这是真的 我骗你干嘛 我干嘛吃吃 是 恭喜 就算他在 他的狗也会 好 谢谢 oh my god 效果做得很好 对 最强的 真的 嚇傻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边呢 请到抢墙 来 请开始大便 来 这边呢 第一个就是 生命是可以交易的吗 生命 生命 生命其实我全是可以 如果这个东西可以起死回生 我相信很多人用钱买 我相信一定会很多人用钱 去买你家人起死回生 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上 什么东西都是有价钱的 很多东西都讲 每个人 一人都有价钱 所以你不要 这个世界上没有钱 万万不能 那我今天说的是 我今天用钱去买这个动物 我只是喜欢他的品种 我觉得这东西反正就可以啊 我今天没有会犯到任何人啊 所以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不能呢 所以我觉得什么性 都可以有一个价钱 就好像是 今天我会忍得去路边摊 看到口红 跟办公室都看到口红 两个都是口红 但是它们价法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怎么分辨呢 那就是因为有品种规格的问题 所以你说生命能不能用钱吗 我跟你讲 今天你家人死掉 你又可以用钱吗 你就一定花大钱吗 买回来 哦 这个到时候 用钱去看的 这个倒是有 对 有点道理 对 有点道理 那这边呢也有讲到说 因为你们刚刚有提到说 像你们会想要养脏熬啊 那假设今天你们使用领养的方式 就可以养到脏熬啊 或者是笔熊啊 这样子你们还会想要用购买的吗 我说的事情是说 今天购买东西比较方便 今天我要等一个脏熬出现 我可能要等到领养 可能要等很久的时间 可是时间本来就是金钱啦 那今天我买了的话 我买的话不花时间 而且看到它的品种 血统书都很证明的话 我当然直接用买的会比较方便 对我来说的是 比较不花时间 为什么不可以呢 那今天我买的东西 我本来就会附与全责 去照顾它 去珍惜它 去爱护它 很多动物来到我家 都是一个福气耶 我就要跟你们讲 刚刚的一件事 我领养的那只猫 也是上个礼拜 做的事情 我领养它 我也不会不爱它 我也会负这个责任 但是我今天喜欢的品种 我今天就是为了想要折到这一只 所以我无法花那么多时间 去等这个东西来 我就花时间去买 时间 时间本来就是金钱 这些东西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 好吗 想想讲话 大家都会比较安静 原因不是因为她讲的 她有道理是怎么样 而是大家要仔细去听 她到底在讲什么 对 速度太快了 对 我本来就是 我跟你讲 我今天学了两件辩论 要赢的两个 第一个语速快 第二个人家讲什么 假如我没听到 不是 本来就是啊 不是 不是 好 因为其实刚刚有听你说 就是你觉得 林养要等很久 然后 可是如果你连这种等待的耐心 都没有的话 你怎么可能当一个好的宠物吧 那大家看一下我如何 照顾我家那只栗子 我栗子就是我十年前买回来的 而且它重点是 它是我恐怖情人的男友 买来给我的 而且重点是我救出它的时候 我不管我的恐怖情人多恐怖 我就为了救那只狗出来 重点是你就有不爱它吗 它养肥肥胖胖 到现在只有青光眼什么都 我去治疗它 我哪里做错事 它最近还发疯到 让你叫我还到狗医院 二四小时 二四要治疗它 我每天对人伴使录 我这座狗妈妈 我最有责任感的人 包括我朋友的狗 妈妈我朋友的猫 我都把他救出来 请问我哪里面有责任感 我在里面还有佣人 是不是为它折拉山呢 好厉害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有的时候 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什么 有没有草妈妈的责任 是你今天有没有这个责任感 看人 你有没有这个责任感 有人领养狗 它给它怎样 拿去杀虐待 猫拿虐待 基本上都有 所以我说的是 今天我的脑子里面是说 今天我领养 今天大家都在领养 好大家都拿来领养 我今天不想这只帽 我可以让它丢掉啊 反正我知道有人会养啊 有的人我不管他后面怎么样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不责任的道理吧 责任今天这个人 归功于这个人 你今天这个人有没有责任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说购买 也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这个店主他也看到出 你这个人 有没有这个能力 买这个狗 能不能在照顾这个狗 你今天来头是什么东西 你有没有这个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去把这个狗照亮好 不是说大家都可以 啊随便路上嫌检 都可以 去杀虐杀 我都不看这个人 有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一个能力的门槛 对啊 好那最后一个是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现在你购买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让它去繁殖嘛 那如果你们真的赞成购买的话 会不会有更多 恶意繁殖的商家出现呢 所以我刚刚你跟他说了嘛 其实我跟你讲 我很喜欢柴犬 我跟你讲 我说的狗我只爱柴犬 我说的事实我也是这样子 但重点是我今天柴犬 我又认识到一家 诶 还不错的繁殖床 他每天都在直播 谢谢你 因为他说他们家的狗 通通都是一个一个 而且都是好的 好喊好宅在住 每人狗都是有血统证明 而且他们的狗还会帮他训练 你的小狗带回家之后 他说你不用不用家 我的小狗 你的小狗都会大鞭鸭鸭鸭 我就知道去哪里大鞭鸭鸭鸭 他们都是有这个心去培养这些狗 而且让他们过好日子 好生活的 比外面在流浪领养那些狗 过得还要好耶 所以我是有眼睛在看我喜欢的狗 去研究我喜欢的狗 从哪里来 而且我要他们能够好好照顾我喜欢这种平宗狗 我才会愿意去购买 我都是因为我喜欢 所以我会要求厂商去好好追戴这些狗 我才愿意去购买喔 我要大家了解这个状况 不是说我随便乱找个地方去我就买了耶 我不是这种人耶 对阿 我是有地方去深入研究的喔 好 好 谢谢 大家看一下我的脚趾头 刚刚你举动到快点 好 OKOK 谢谢 我刚才在回嘴 你不看我脚趾 指甲搬起来 搬起来好噁心喔 好 其实不管喔 我是觉得人跟动物都是平等的 对 尤其站在我们真正的立场来讲 我个人我跟你觉得立场 因为在以前的社会 你想要吃饭你就出去打猎吧 你要不是打到狮子 把狮子吃了 就是被狮子吃掉 对 所以人类因为我们科技发展 我们现在有这种铜墙铁壁住着 动物已经打不进来了 你要带你的孩子认识动物还得去 去到这个所谓的动物园里面去看动物 其实对他们就是一种虐待 对 真的 但是站在 所以相对的站在反方的立场来讲 如果我们能够先把这个 以道德规范为前提的 然后把这些不好的繁殖场 能够处理掉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改善问题 对 相对的正方强强所讲的 有那种像他刚刚讲的 他朋友的繁殖场如果是好的 还有那个宠物店是好的 其实是应该给予有这样子的机会 让有爱心的人可以延续下去 然后政府再来对我们的 所谓的现在的公有或私有的领养中心 多一点好的管理 多一点好的补助 我觉得这才是解决的根本之道 以及最重要的到最后 我们父母学校对孩子们的教育问题 尊重生命 不要弃养 对 所以日本呢 日本就有养鸡啊 让国小学生养鸡 把鸡养大以后 载来吃 载来吃 全班都哭了 全班都哭 对 让他认识生命的重要 生命的可贵 好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最后的比例是多少 哇 不得了了 今天的正方以及反方的比例呢 来到了50% 所以正方是直接上升24% 对 他这个在数据上 在数字上没有所谓的输赢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比例上的这个跳动上面 我今天正方算是赢了 不过我觉得正方赢的这个重点 不在于他们真的辩论的很好 因为他们三个今天全部都在吵架 他们今天没有在辩论 他们全部在吵架 你看我们吵那么凶 政府还不做点事情 对 为什么 我在跟政府呼吁一下 为什么那些非法养殖场 要一直这样做 他也要生活嘛 他因为这样有钱 他才过得下去嘛 他要怎么样更有钱 就只能做非法的事情 因为你没有去关注他们嘛 没有去取缔他 总统好不好 你赶快设个例来去关注一下 这些人有非常多 还有我们娱乐产业也很需要你们关注 我认识 我认识 你关电视台只关一家 你要把关50家嘛 对嘛 对 那你所讲的 像我之前讲的说 都不代表所有人的立场 是啊 这样我要讲 这个立场 你赞同 下回一下我自己卡位 好吗 我也赞同 你花大钱购买宠物 这是他的立场 陈展龙在不在 请赶快回话 在的话 喊在 陈展龙 对 然后有网友何正达讲说 那个强强讲话速度快到画面已经顿顿的了 不是 我跟你讲 我已经越来越要理解强强了 就像他讲话很快对不对 对 可是他讲到他真的很在乎议题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特意放慢喔 他还想要让他理解 理解 所以他也可以慢的喔 好 赞同在 恭喜 恭喜 好 那这边再抽一个 再抽一个 再抽一个 这位是王佑忠 我想问正方如果鼓励买卖市场 不会造成非法盈利更猖獗吗 王佑忠 刚刚有回答到类似的问题喔 在的话喊在 在 在呢 王佑忠 有 恭喜 恭喜 好的 今天的两位都抽出来了 幸运的得主 没错 再一次谢谢我们所有的来宾 虽然这个你们辩论的非常激烈 但我相信你们真的都是以爱为出发点的 也不要忘了每个礼拜三继续 晚上九点继续锁定我们的闹变风向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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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所谓的爱心啦 那么多的这个政府应该给予好的管理啦 最重要的 还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出发点 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周遭的人事物 这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嗯 谢谢谢谢乐 你有没有养宠物 我有 其实我老家的狗是购买的 但是我自己养的两只猫都是领养的 对 所以其实呢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 用什么样子的态度去养他们 看到没有 好吗 秦伟既然养了 就不要随便的弃养 没错 如果家里实在养不下了 我们再送到收容中心去 好吗 谢谢拜拜 Excuse me Jadi senden